獅子聲明,這個IP不要說看 我連遊戲都只抽到手抽就已經棄了 而這一套也是我第一套看它的作品 而為什麼我又這麼麻煩地看了它呢? 回來告訴你 大家好,我是01 這個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推介劇集 或者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訂閱我們,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有開IG,有開Friends 我們除了會在上面分享一些關於電影的資訊 或者自己心得以外 間中我們還會舉辦一些投票 或者Q&A的活動 會影響他們出片的類型,或者題材 如果你也有興趣參加的話 那就快點追蹤我們 另外,我們還在計劃開啟這個會員頻道 正正都是在計劃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建議想給我們的話 歡迎你IG去DM我們 或者留言區說也可以 今天要講的電影就是 賽馬良 新時代之門 Uma Musume Pretidabi 坦白說 整個IP 我只認識一個賽馬良 就是Special Week 亦是人稱的特別弱 一開始說明 其實我對這個IP 零認識都會看 其實並不是為了戴頭盔 因為看到有台灣的觀後感說 如果你對這個IP完全不認識 看這套戲 都可以得到相當驚喜 馬上勾起了我的興趣 所以對這個IP非常熟悉的你 或者都會有興趣想知道我這類型的門外漢 怎樣看這套戲 又或者跟我一樣一笑不通的人 又覺得這套電影怎樣 那我怎樣看就會涉及劇透 如果你介意建議看這套戲 再回來聽我們怎樣說 如果你不介意看了 又覺得準備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趁來我嘗試一下說說故事大哥 我們的主角Jungle Pocket 從林口袋 就想成為最強的蔡馬良 所以就去了特定為蔡馬良設立的項員 接受訓練 在那裡他遇到一群良師益友 亦遇到他的宿敵 在這個競賽的路上 人人都有德有實 那麼我們的主角 又能不能夠保持初心勇往直前呢 我讓你自己看 我相信不認識的人都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什麼是蔡馬良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IP的厲害之處 首先有一點很重要的 你必須要知道 裏面每個蔡馬良的稱號並不是亂來的 雖然有些真的是原創的 但大部分都來自真正的名宿 而他們可能一些打扮或小動作 甚至遭遇是真正reference 現實世界發生的事 例如今集主角的宿敵 愛麗束子 故事隱讓有交代 其實一直都很在意自己其實有隱患 無論是他在研究的時候 看自己的腳骨 有包紮 甚至看到自己的環影 腳都粉碎 所以他決定 跑贏了四場賽事之後 直接引退 而現實 愛麗束子的這隻馬 也真的贏了四場冠軍之後 也因傷患引退 這就是大一點 如果你是喜歡賽馬的人 我說真的喜歡看賽馬的人 不只是當他們是賭博工具的人 你也有機會會喜歡賽馬良 你也會想看看自己支持的那個戰象 來到動畫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什麼形態 他會跟這個故事產生什麼互動 第二 當然一定是雷雷 但我這樣說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會有色色的部分 以我所看過的 一點點的 其實極其量可能都會被人摸腳 當然這套劇場版 但健康到瘋狂 接近是沒有男人 有很多貴的動畫 每季有很多賽馬良出場 所以總有一種屬性會擊中你的紅心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相通的宣傳 既然你喜歡賽馬良 自然你就會想了解多些 那隻真實的賽馬本身的故事 香港的馬祥都有搞過國際賽事 有日本的賽馬來比賽 而他們當中聽聞 都有一些跟賽馬良共通的賽馬 所以都有粉絲去到現場支持 而如果你有去過日本走過馬場附近 或者你看過他們的體育報紙 你可能都會發現 他們馬經的部分 有出現賽馬良 日本人搞包裝 真的比較糟糕 他都買得出 最後當然是這套作品的核心 其實他是一個熱血運動販 其實雪穿鳥就是一班可愛妹豬在跑步競賽 問騎士在哪裡的人 全部和我面壁就可以了 友情、努力、熱血、三者皆病 憑這三點這個作品受歡迎 我覺得是不無道理的 回歸我們的核心問題 就是我對這個IP一無所知 入到去的時候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這些日本動畫的劇場版 OVA 其實他都已經預算是一班新手觀眾入場 除了今天的壽命 開場的時候已經大大力地 創下了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賽馬良就是為賽跑而生的 而他們有一部分 就是由我們世界的一些賽馬名將轉世而成 所以有些沒那麼跑步的賽馬良 以及一跑就很瘋的賽馬良 賽馬良有賽馬良去生 是不是有賽馬男 為什麼賽跑的時候要戴粗瓜眼鏡 為什麼還要穿七皮褲 為什麼明明全世界人都是兩隻腳跑 但會有四題並觸的聲音 如果他們跑得快 那輛車的話 是不是不應該在行人路上跑 如果他們跑回馬路跑 那跑車要去哪裡跑呢 這些問題你問多少都可以 但是不浪漫 賽馬良這套電影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奸角 只有主角的對手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他的對手 我們經常說電影裡的正邪雙方 就是正方 其實永遠都要等邪方 去做些事情 他們才有事情可以做 既然這裡沒有邪方 所以主角 他就要找些事情給自己做 也帶出了一個好的思考 就是當你一頭熱自己定立的目標 你追趕到或者目標消失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自處呢 這個答案 學者 教練 身邊的梁思英 都會提出幫助 主角 亦都自己找到 因為教練 甚至對手 亦都會真心想這件事好 他們會努力開解主角 提出他們的建議 而不像那些垃圾 說拿第三個很遺憾 幸好些人就會贏 好似你這麼幸運 這樣也做到主席 而我看這部電影 得到的答案 就是目標就是所謂的里程碑 就算失去了 也不要忘記自己當初 為何這麼熱愛去做這件事 看這部電影 是可以很放鬆的 其實你就可以感受這部電影上 帶給你的東西 就是青春和熱血 即是我又不敢說 說這部電影很棒 不看就你損失了 但至少看完是沒有負擔的 還有也有些東西可以拿走 是真的有東西拿走 我看那一場 他送了一個罪號給我 所以看下去 他寫的道具都是垃圾多 如果有人想要 下面留言 我給你 跟我一樣 都是這麼大方的你 歡迎CLS comment like 以及subscribe 我的頻道 做完這三件事 證明你不是真的那麼小器 更加去Superfans 火金 不斷支持一下我們的頻道 我是01 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 拜拜